13年前的中学生奸杀案在沈张志超无罪释放可申请国家赔偿 小编提醒,需要中文字幕的朋友请点击右下角打开字幕 请您点击右下角图标订阅,多谢您点赞,欢迎您评论 13年前山东一宗中学生奸杀案本月13日在沈宣判 山东省高级法院在山东省资博市中级法院宣告张志超无罪 中新社报道,山东省高级法院13日在山东省资博市中级法院对原审被告人张志超强奸 王广超包庇在审议案公开宣判,撤销山东省林仪市中级法院临行一出自第1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 宣告张志超,王广超无罪 原审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张怀江,马玉平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根据最高法院指令在审决定,山东省高级法院于2018年2月8日对张志超强奸 王广超包庇一案启动在审,并依法组成5人合议庭进行审理 在审期间,合议庭经过阅卷,核查证据,召开庭前会议等对案件进行全面审查 充分听取申诉人及其代理人的意见 因本案涉及个人隐私,山东省高级法院于2019年12月5日不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 山东省高级法院在审查明 2005年1月10日六时许,被害人高某与同学王某某从高某家中离开 6时15分左右,二人进入林树县第二中学新校分手后,高某失踪 同年2月11日14时04分,林树县公安局接林树县第二中学教师与某某报警称 在主教学楼三层西侧一平用的厕所内发现高某尸体 经鉴定,高某系被他人暴力作用于警部制机械性窒息死亡 山东省高级法院在审认为 林仪市中级法院原判决据已认定张志超 王广超犯罪事实的主要依据是两名原审被告人的有罪供述 以及有罪供述与其他证据的印证 但本案无客观证据指向张志超作案 张志超的供述与证人证言存在矛盾 张志超,王广超有罪供述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存疑 认定张志超对高某实施强奸并致死 侮辱高某尸体的犯罪行为证据没有形成完整的证据体系 没有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法定证明标准 故原审认定张志超犯强奸罪 王广超犯包庇罪的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不能认定张志超,王广超有罪 宣判后,张志超被当庭释放 审判长告知张志超,王广超可以向作出生效 才觉得原审法院申请国家赔偿 山东省高级法院13日在山东省资博市中级法院对原审被告人张志超强奸 王广超包庇在审议案公开宣判 大陆央视新闻客户端报道 听审后,张志超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感谢那些帮助过我的人 没有你们的帮助,我不可能被无罪释放 张志超的母亲马玉平表示 此刻只想带她回家 2005年1月10日,山东省林树县第二中学分校一名女生突然失踪 一个月后,北京时间2月11日14时04分 该校一名教师报案称 宿管科工作人员在校内打扫卫生时 在教学楼西侧三楼一亭用的厕所内发现一具尸体 接警后,林树县公安局分别报告是公安局 县政法委,并会同县检察院赶赴现场 认定此尸体是已失踪一个多月的女生高某 根据该校高义学生杨某震和王某波等人的证词 警方认为该校学生张志超有重大作案嫌疑 2005年2月12日凌晨一时 张志超被传唤到林树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接受讯问 26日,他被正式逮捕 2006年3月6日,林仪中院判决张志超犯强奸罪 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2011年,张志超在与母亲马玉平的一次会见中突然开口喊冤 称自己遭到刑讯逼供 从此,马玉平开始为儿子四处申诉 2017年11月16日,最高法院决定再审张志超案 指令山东省高级法院另行组成和议庭对该案进行再审 2019年12月5日,该案由山东省高级法院进行了不公开审理 经过四个多小时的审理 出庭的检察员认为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检方提出一罪从无,但法院未当庭宣判 2020年1月13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组成和议庭在资博市中级法院第一审判法庭对张志超强奸 王广超包庇一案在审宣判,改判张志超,王广超无罪